各位東網觀眾大家好 昨天美國聯儲局方面市場預期加了0.25厘的息 之後市場預期今年下半年還會加多兩次 大家會關心對香港的樓市或匯市方面有甚麼影響 我們今天找來來訪的Thomas和丁Sir和大家談談 究竟會有甚麼影響 你們兩個怎樣看 下半年加兩次是否實色沒有黏牙 丁Sir怎樣看 那又不可以說實色沒有黏牙 都要找牙籤這話 只不過裏面有分投票或沒有投票的委員 多了一位 由多一次變多兩次 另外上一次有兩位完全不加息的都變成會加 所以變成下半年會加多一次 突然間媒體整個環境就說由一次變兩次 其實跟上一次看聯儲局有些期貨就知道 其實沒有甚麼變動 但問題是說說這麼多無謂食多會制 究竟美國加兩次 我想各位最關心的就是香港幾時加 是呀香港幾時會跟 加了七次 15年之後 加了七次 香港還不跟 香港現在 不要說銀行 我們經濟可能更加沒有口食 包括內地的中小型銀行也是 香港的中小型銀行也是 最近你會見到一些拆息高 很多銀行商界在一個多月前 大行帶頭提高存款利率 近這兩個星期更加提高得很誇張 一個兩厘都有的 即是三個月以上定息 那你就知道 但是呢 話雖如此 你要留意香港 優惠利率有兩隻 是 中小型銀行是五厘延 高過阿爺 那些渣打那些 四分一厘 所以現在最新市場的猜測 就是說那些中小銀行 於是不會那麼快加優惠利率 而改為了甚麼呢 將H案的封頂提高 即是說由這個 prime減2.85 改為prime減2.75 即是說將封頂H一個月拆息 加285點子 變成295點子 即是變相 可能不會加足25點子 但可能會加10點子或20點子 慢慢來 是 敗不給市場消化 Thomas你認不認同呢 不要管加法是有P或H也好 始終一定會對 相信下面一定有些動作 行銀行一定會做事 可以這樣說 一定會對那個 我們叫用資成本 或者個案的成本 一定會多了 比之前 只不過多得那麼少 底下 我們叫做 心理因素大概實際因素 因為說了很久 大家都知道 還有近年如果你說樓市的話 近年香港買樓人士 你講的六七成都是本地買家為主 都是打工仔 都是用家為主 剩下兩三成都是投資者為主 炒家現在不會跟你買住宅 就是買車位 買店位 公客 那類 所以大家都是打工的 打工一定有購買力的限制 近年因為樓價升得那麼急 其實基本上大家購買力 是買了些甚麼呢 其實我們之前看過研究 大部分人都是買六七百萬樓下 我們叫中成單位 大家買來買去都是那些的 有錢多些的通常就買一千萬樓下 那變成如果你說真的 銀行借錢 現在都不借多給你 LTV有個限制在 其實很少 沒有甚麼機會給你借到九成 除非你買很小的那些 所以變成銀行不借多給你 每家你當四分一來 其實你供款很少 因為大部分香港人 今天買樓 可能銀行借四百多萬 到五百萬之間 不是借很多 所以每家四分一來 對實質影響性不是太大 我們自己做過研究 就是你說今天按揭利率 加多 離半至兩厘 可能有機會去到四五厘 即是入獄 如果你不入獄的話 其實你的影響性不是太大 你說去少一兩次日本旅行 就不夠買樓的 不過我相信絕對夠給息口 所以我想這個 要真的等到 真的 息口加到一定的幅度 我想對樓市的壓力才會比較大 今天陳德南就出來說 他覺得是時間的問題 你也覺得可能下半年應該會有些動作 與其會不會最快第三季 就會有些動作 或者今個月便會出手 時間值 時間值 我做了看圖表那麼久 看目標價通常都很準 但幾時到 我做了三十多年都沒有做過 因為懶惰我 尤其是現在的市場 忽然間好像特朗普那樣很飄忽 雖然現在香港的評論一面倒說 不會那麼快加一位來 但我自己個人覺得 看今晚歐洲央行 他退出量化寬鬆步伐有多快 因為其實德拉加下年退休 加上明天日本央行 近期已經減少購買自己的國債 但明天減少購買國債的規模 又會快了 多了 即是說全球最量化寬鬆 最有兩個央行 都不再那麼寬鬆的話 香港的資金成果一定再上升 我相信可能其實 快者可能是下個星期 如果這兩個央行的取態 都是比起昨天鷹牌的話 很難說 銀行真是頂不住 下個星期加了 不如最快開下個星期 最遲當然可以第三季尾都可以 另外加息可能大家都怕 就是在美匯指數方面 整個波動會是怎樣 因為見到其實昨天消息出來之後 反應其實不是很大 在美匯指數來說算小 相對於債券和華爾街的股市 其實反應是很奇怪的 比較鷹派 但是市 鷹派就好 因為波威爾說 美國的經濟很好 還有刪除了寬鬆的字眼 正面的 升了半個小時 結果三點後又跌了 接近低位收 解讀 其實你要留意 拿樓也好 拿股票也好 譬如我們這一輩 靠收息為主 退休 你的債息升 便利好 但股市的收息率 其實是越來越低 尤其是美股 譬如標普500 現在1.9厘都不夠 我拿了10年 债差不多3厘 為何要拿你的股票 現在拿樓收租也是 你的回報率 兩厘都沒有 所以變成 息口敏感 我覺得 對這些風險資產 不是太有利 相對來說 香港港資的息口 其實也不會太大波動 不是的 這是一個最不穩的因素 因為其實 我想要近期提一下 可能香港媒體比較少說 就算東方 我覺得也不夠多 就是內地 這兩月打壓資金 非法外流 除了你們看到 澳門上星期 那些銀元桂現金不見了之外 某大行就說 拿去維修而已 其實我在內地的微信群 已經在第二季 即四月開始 無論是中小企老闆也好 做些中小銀行 或者經紀業務 負資管業務 是拿不到錢 融資困難 中小企 現在要拿普通貸款 可能拿幾百萬億 你知道多少利息 20利息 甚至25利息都要搶 所以變成 今天主題是說樓市 樓市在過去由05 我沒有記錯 因為剛才我認識到神奇人士 就是從大陸來掃 掃豪宅 那時候 香港的樓價還沒有一萬元 我認識到這位人士 他已經過了億 一聲 數十個西九龍的單位 我便知道 裡面的錢下來很誇張 但這個情況 今月應該差不多是小勝利益 怎樣看呢 Thomas 現在內地資金是下不了 香港的樓市 因為接下來 我們看到發展 雖然有加快的步伐 推新盤的步伐 加快了很多 之前很少見到 一個星期六 有兩三個大盤推出來 如果這樣推發的情況下 內地的資金又來不了的話 香港樓市是否可會有些調整 我想這件事 其實已經改變了很久 以前如果你說 早四五年前 尤其是我們說 投資移民 還在之前有的時候 一手樓裏面 有兩成到三成以上 都是國內買家為主 之後自從停了投資移民 國內有限制 越來越多低限 以前相對地沒有那麼嚴謹 仍然都有錢下來 可能跌剩兩成 一成半左右 去到近一年 中央政府真的很用力 很用力去拿這個渠道 錢很難出來 你見到近一年或者一年半 大部分國內的資金是買什麼 是賣超級豐宅 所以如果你說 在看房子 尤其是香港最貴的五十宗成交 住宅計 基本上有四成到五成 都是國內資金 或者國內買家 因為這些國內買家 大部分都是富豪級數 他自然可以有多些不同的渠道 或者境外的融資 他會拿到 相對來說 一般小市民 現在要拿錢出來 相對地困難了很多 所以我們見到超級豪宅 那邊是沒有問題的 其他下面那一層 三成全包了 對 就要靠本地的購買力 另外你看到 國內資金不是不來香港買東西 不過你看到近年是買寫字樓 他們另外一個渠道 因為公司層面 亦都可以 是難 但是相對地 比起個人來說叫二 對 那些錢會有很多 因為是香港上市公司 或者是境外上市公司 他做境外融資相對地 亦都會比較容易 所以他就說 那我不搞住宅了 住宅又那麼貴 剛才看到了 那些匯報率那麼低 超級豪宅只有一點幾厘 或者似乎不夠一厘的匯報 那不搞那麼多了 那不如賣寫字樓 寫字樓又在升 而租金亦都在升 那如果好像 可能你覺得 中小營的 都仍是靠本地的賣家去支持 但是接下來 我們政府那裏 又說今個月 就是關於那個 空置稅方面 其實都會 可能都會落實到 那這個情況之下 會對投資需求 又會再減低了 我想有沒有一個 叫做空置稅都好 其實 其實自從上屆政府開始不斷做地 其實今年2018到2019 其實是供應高峰期 那運防復出了數字 其實未來三四年 九萬六千貨供應 我們覺得絕對沒有問題 一定夠的 但是如果從我們自己的數字去看 2018到2022 你當是近五年 只有8%左右的供應 住宅供應是香港到的 其他全部都是新界區 新界哪裏呢 將軍澳 白石角 那一堆 和北區 那些很多 所以我們相信有沒有空置稅都好 發展商在我們叫做多供應地區 都是行一個叫做貨月輪轉的形式 去買樓的 價錢叫貼地一些 叫親民一些 但是如果你說在一些港島區 尤其是山頂啊 你講南區那些 其實全部都適售的 我相信不會便宜的 你有沒有空置稅都好 我都不會便宜給你 例如說你分兩種 一種就是二手樓 一種就是一手樓 如果你說從公平性 那當然一二手樓都要 但是你說香港和外國不一樣 你要二手去怎樣定為空置呢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還有你想想 香港我們連劏房都不夠住 其實基本上空置的都不會是一些 我們叫普通中性單位 那你最多的可能都是集中一些豪宅 或者超級豪宅那些可能比較多些 那你的稅率不多的 其實都是一個持貨成本就算了 就是你每年樓價還有升幅的 如果你的百分比不多 其實沒用的 但是對一手發展商來說 我想情況就是同一個道理 你的百分比不多 而樓價繼續升的 其實我也都很容易 將百分比的成本轉移給買家 或者給少些優惠 那更加你說會不會因為單純出空置稅 理論上單純出空置稅 是有機會令到供應增加的 但是香港今天的環境不是這樣 賣地是政府主導的 但是賣樓就發展商 看市房推幣 看購買力的 不會因為你加樹 所以你說不是 我加很貴很貴的稅 那你加太貴的時候 其實又影響了香港的市場環境 另外我一直都是自由市場 那為什麼你無端買完地之後 我給了政府錢 然後你又再加下來 那也有公平性的問題在 另外我們之前看到這些數據 可能看到五月的新拿稅 其實按月都升到一乘四 其實可不可以說 其實現在香港的投資者 其實他們都已經對於拿稅來說 已經免疫了 因為他們覺得沒有影響的 你沒有回頭 其實他們長遠都是看好的樓價 所以可能屬於升幅 還會遮蓋到它的稅行方面 我想除了住宅之外 我相信有部份的稅款 也都在一些商業地產 寫字樓買賣那裡來的 那自從未利道停車場 賣地之後 你看到大家 也都看到了 中環甲級寫字樓空置率 都1.7、1.8 是的 那中環買完買什麼 就是分層又買完了 傳動的要買又買了 其實沒有什麼好選擇的 大家開始就去找其他 北角、九龍東 大家都不斷地看 沿岸有沒有其他的投資項目 所以變了 其實這類成交 我相信只會越來越多 因為你想想 住宅已經升到很高了 你車位也炒得很貴 很貴 工業活化第一期又停了 你要再找太多選擇 也不是那麼有 好像仍然追落後 舖位你知 大部份都是被有實力的投資者 拋住了 漂亮的舖位 有什麼好搞 市場上有這麼多資金 反而你看到寫字樓 仍然有些像追落後的情況 最重要的是 近年寫字樓的樓價不斷升之餘 其實租金也是很緊緊的 雖然跟得很辛苦 但你仍然見到 所謂的成交雖然這麼高 租金回報率仍然有 2.5至3.12之間 相比起其他的資產 我説物業資產 已經算不錯了 所以大家都在追 還有有些人會覺得 你現在中環炒到最高的 分層價格格式支樓 都是賣6萬元 6萬多元呎 你現在山頂 現在你南區全部住宅 都十幾萬呎 最新的叫價都過20萬呎 是否仍然好像有水位呢 聽到丁sir深深叹了一口氣 我們是否還是不要買樓 我們可不可以去日本玩一下 日本的日圓會否受到這次的價值所影響 不是 你要改變現在香港民眾 尤其是年青一代90後的心態 你叫他不買 他只會認為 只會買貴就沒有賣錯 現在很多人都看著這個心態 當然也是由父母給手期到現在 外婆和爺爺給手期 都出賣 其實國內的情況 其實國內的情況 原來一模一樣 所以我就不敢叫人不要買樓 你可負擔學誠哥退休 或者你可負擔自主 沒有問題 現在很多都未必 好像剛才我舉例了一個 可能你身邊的朋友的例子 可能90後的話 他可能買一層樓 他們都可能月供三四萬 如果接下來香港的息口跟隨 其實他們入市的時候 是否要小心一點 這個當然 如果一個月和未婚夫 或未婚妻一起兩個人 加起來一個月要供三萬多 即是已經超了他們入市 一半以上 兩月十年 我有很多同事 或者舊同事都是這樣 做九成 做九成 尤其是 因為他們的父母 未必肯在這時候 再扔三成給他們 你說去旅行嗎 都好 我都很少去旅行 買一日圓 很可能會去旅行 我們買一日圓 買一日圓 遲些買一日圓 如果再不買一日圓 那些圓會很貴 為甚麼呢 跟明天的日本央行移 那邊有新的消息 有沒有關係 都不是 因為法國整個亞太區 包括澳洲 我以為中國和印度經濟最好 在數據方面 數據是 但其實你看新政 因為日本都衰了二十年 很多事情開始 再經過福島事件 原來的消費 旅遊業很旺 人家的消費 真的好 比如大媽去到數 人民幣幾萬元 連馬桶都可以買回去 書包 這個情況還未停 但香港已經不同了 香港雖然你看到 你們倆 類似最喜歡去的兩間化妝店 全部都是大媽 資深買家 拖著行李箱 一箱箱買 但你留意 國內消費模式已經轉變了 再不是買明標 那些包包 那些可能不會來香港買 所以變成 我只可以享受 其實香港經濟 我一把年多未見過那麼差 剛才你剛才說 我們去遠一點 英鎊方面 因為很多父母 其實他們小朋友 在英國讀書 他們最關心的是 英鎊的走勢會如何 是 英國更差 4月份的數字 它忽然轉差 是 忽然間在4月初 肯定英聯合會加息 加兩次 下半年 現在忽然說一次都不會 就是很差的情況 我問過我英國的舅父 當然很差 你來英國看你就知道 所以英鎊我相信 由1.5跌到1.3 現在由早前上到1.44 現在跌到1.33 我原本也估計 1.44會去到1.5 怎知1.45 衝不破 只剩100點 就不到 回頭 所以相信 如果要交英鎊學費給子女 你不用心急 未來 未來 可能現在未有關注 就是英國脫歐 其實問題 雖然前兩天 就文翠珊獲得通過脫歐的方案 但其實裏面有很多爭議 我告訴你 今年年底到明年年頭 才是棄獄 今年年底到明年年頭 才是棄獄 才是棄獄 到時才會換到尾遲 或者那個時間過了 才會換到 不需要那麼心急 如果你是旅行沒辦法 一定要買英鎊 所以沒辦法 剛才我們日圓那裏 你有沒有給水平 現在可能去到什麼水位的時候 嘩 我相信日圓對美金 都會跌到 升到1.03 103 104 可能你小心 都有5-6%的升幅 到時候 一萬日圓就等於800元以上港幣 大家計算數 到時又如何買 剛才丁sir都說了 昨天就是美國那邊意識 今天就是歐洲那邊意識 可能會暗示開始縮減買債規模 你怎樣看它對歐洲的影響 歐洲比香港的情況差很多 如果有看外地CNBC 或者BCC的新聞 尤其是BCC 香港很少人看BCC 他不斷地這兩年報導 歐洲的亂局 尤其是近這兩天的難民船 意大利和法國在推裝 你射我 我又不收你又不收 其實真的很難怪的 因為難民過去這兩年 是在說數二百萬 湧入歐盟的28個國家裏面 我再加上上個星期 又判處了一個難民 在德國的一個強姦犯 所以亦有很多反對聲音 歐洲呢 除了是政治 所以我相信今晚 但德拉吉不會很明確告訴你 我現在周薪毅 亂世家人 我還有七八個月 我就退休了 你不要搞那麼多 我講的話就圓過佛計 所以講了等於沒有講 所以德安歐羅方面 你來講也會跌 如果純粹從基本面 或者息差來講 其實它應該會跌 你想想現在美金就快加到兩里了 它裏面的央行的指標利率 還是負利率 是 嘩 差不多兩里了 即是你持有歐元一日 就輸兩里了 所以其實基本面 歐元一早應該是結破1.3 只不過資金樓 就影響 反而新興市場 就大於歐元區暫時 因為各位都看到 新興市場無論股債 都全部被人打到 下一個目標就是歐元區 嗯 我們再看一個數據 就看到其實 你講完一個月的策息 十三年升了 已經衝破1.6里了 那三月期 還要去到十年的高位 你預期這個去到什麼水平 1.6我相信 越短那些 一個月很有趣 基於H案的基準利率 反而它是升得最少的 嗯 它現在也是跟美元同業策息 差得最遠 還有四十幾點子 嗯 但是三六個月 其實你看到 今年第二季開始 已經升得特別快 從美元同業策息 今天應該那個拉波 應該不會升得很多 因為已經如期 還有升幾點子 所以就是說 六個月一年那些 已經跟美元同業策息 差三十點子 不夠 嗯 我相信很快就會 跟美元的策息 平排 平排 但是呢 不包括一個月 一個月比較敏感 無論是平排 那樓這方面 就要小心一點 我想 今年來說 你說單純因為息口 令到樓市會大跌 或者97元那種懸崖式大 我想機會就不大了 你說如果說 今年真的下半年 香港樓市真的有波動 說真的 我覺得只有兩個因素 一就是政府想了 不知道什麼新的政策出來 是 二就是 你說一些很突發性的外圍因素 或者地緣政治 因為現在大家很多事情 是猜不到的 是這兩件事 真的會無端影響到樓市 如果你說今年 不好意思 什麼都沒有發生 經濟好 樓又買得到 發展商又繼續推盤 市場氣氛很好 那我們預計 但是今年一手樓 尤其是一般住宅 連同普通浦宅 我們覺得 今年都會升8-12% 差一點就8% 好一點就12% 如果你說超級浦宅 現在不是說山頂 屋仔 藍區 我們預計今年追落後 起碼升10-15% 嗯 明白 那樓方面 因為有觀眾知道 丁Sir在這裡 一定要問你金怎麼看 其實我看到 昨天都去到1,300美元 是 今年唯一 比較毫無懸念 最後要叫投資者持有 就是金 很簡單 其實你看回 現在周圍這麼亂 對 周圍這麼亂 不是應該會避險 金一早應該升上去 為何不升呢 但你不要忘記 今年是玩了資金回流 所以就是說 令到 你也可以看到 現在全世界股市 升了最好就是華爾街 是 裏面的納紙更加不好說 升到瘋了 對 不停創新高 但留意一件事 就是 過去這兩年之內 有五個央行 將擺在美國聯儲局的黃金 真的提走了實貨 不是做期間黃 真的拿走實貨 包括4月份 土耳其央行 都拿了28噸回去 我相信 如果只要中國出一句聲 說 我不停拿走 50噸 60噸 我的金價又升 還有一件事 俄羅斯 印度 和很多歐洲央行 中國未公佈 中國差不多 有年半以上 未公佈過我們的黃金儲備 經常都說 1842噸 未改過 只要我相信 不知何時 也不知何時 人民銀行的東西更加沒有 一公佈的數字 原來多了那麼多 大媽就會跟著去搶 你知道大媽搶清的東西 是實貴的 實貴的 所以留意著 我經常都說 現在二百天軍線 看金是看外圍的 不要看二百十天線 看二百天線 一千三百零七元 一破了 立即有幾十元美金性 好 還有一個 也想問 丁sir 就是石油方面 你怎樣看 其實好像 好像都幾波動一下 今年我就要 跌了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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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俄羅斯組 已經在兩年前開始 有一條油管 在北邊 直接下去 中國 每日輸 直接供油 現在可能接近一百萬桶 一天 而且他們很便宜 兩年前簽訂的油價很貴 所以他們不介意 油價跌到五十元 四十元 他們中國協議的價錢 沒有人知道是多少 兩年前簽 不會千五十元 四十元 所以油價應該挺貴 所以 下個禮拜 油早加俄羅斯爾 他已經放了口風 原先說 增加一百萬桶產量 前兩天說一百八十萬桶 因為現在委內瑞拉 和伊朗的情況 很奇怪 伊朗這次被人制裁 竟然有很多歐元區 跟著特朗普做 於是我真的會制裁他 但這個情況 是11月4日才會出現 所以油價 講了那麼久 基本面來說 有現在這麼多電動車 那些原油需求 基本上是跌的 而供應又沒有減少 需求又減了 其實油價 合理價平應該是五十元 所以我相信過了七月 第一個禮拜 即是駕駛美國北美洲高峰期 油價由現在六十五、六元 又好 或者到時可能低一點六十元 應該會跌破五十元 如果今年七月下半月之後 不跌破五十元 我想我都不在公開場合講有了 謝謝丁Sir 麻煩了 謝謝丁Sir 還有謝謝Domas 今天直播到這裏 拜拜